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她其实是一个来自星星的孩子 今天让我带你看看她的一天 现在是早上七点 天意的一天从睡眼朦胧开始 终于摘上了瞌睡虫 天意早上好 自闭症儿童通常对一些食物过敏 天意不能吃的奶面 她会固定踢三下 然后从门缝里看着电梯出现 进电梯后她会跺十一下脚 不多不少 爸爸不出差时都是她送弟弟 她经常拉着弟弟跑步 今天弟弟喜欢的红车现行 只好坐爸爸的车 天意好像不太高兴 地弟弟的学校在静松附近 这个学校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家长开的 周边的环境比较嘈杂 如果只是路过都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个学校 因为创始人是基督徒 所以给学校齐名恩加小阳 这里是恩加小阳 自己穿好鞋 自闭症孩子不喜欢和人对视 他们的动作不是很协调 自己穿好鞋对他们是个挑战 身体的身体 自己穿好鞋 但要让他们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但要让他们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这样才能提高生活自己能力 花鞋子 花鞋子 不需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讯课的第一个项目是剪指 弟弟的手指力量很小 像剪指这种细活儿 弟弟要反复练习 弟弟带上 第二个项目是认知能力练习 进行颜色和物体的配对 弟弟已经完全掌握这类问题了 弟弟的布料是哪个 真的厉害 课间休息喝点水 呀水洒了 自己把它擦干净 自己把它擦干净 上锅起立 天忆 第二节是数学课 好 手放好了 弟弟有点好动 没有听见天忆的声音啊 天忆 上午好 不像普通孩子那样可以乖乖的坐在椅子上 好 我们还先坐好了 开始上课啊 上机体课可以让他们学习课堂纪律 随同做一个好的榜样啊 手放平 好好学 学会如何与老师同学相处 天忆 小嘴巴不说话了 提高社交能力 小放平 后背挺直 小放平 后背挺直 描述数字既可以学习数学 我待会儿要穿着等你啊 也是锻炼手指的好方法 把时间对好 好了 下课了 十二 十三 第三节是体育课 十五 十六 高踩腿可以练习大腿肌肉 二十 再开始 一 二 三 四 拍球可以提高动作协调性和控制能 再去剪 五 四 三 现在再上社交活动课 好了 其天忆十一个球 耶 十一个球 天忆去自己介入一下 通过抢球来理解什么是规则 天忆过来 可以做体力 去记录一下十一个球 还要让他们学会等待 端着 可以端着 十一 端起家庭呢 好 几何四 下午第一节课是数学课 二 好 下一 这一 三可以分成几何一 数学是地理的强项 七可以分成 用笔办什么 七可以分成四合 哇 太棒了 来 天忆已经熟练掌握二十以内的加减法了 由于手指力量不足 弟弟写字还需要很多锻炼 我再帮弟弟理解题目 我再帮弟弟理解题目 天忆加油 都答对了就可以下课了 下午 妈妈带天忆坐公共汽车回家 看看游泳馆是地主站 天忆养成了 一上车就系安全带的好习惯 一上车就系安全带的好习惯 地理最喜欢游泳 这是爸爸教的狗袍自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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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欢的还是和姐姐一起打水招 我再教弟弟挖泳 我再教弟弟挖泳 这是天忆最喜欢的运步 现在是刷牙时间 夏天 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给天忆讲the 来到游泳池 讲故事是为了帮助天忆学说话 再读一读 播到游泳池 有点可怕 播到游泳池 可怕 时间到了 天忆已经会读这本书了 再换上自己的衣服 喜欢香蝎 最喜欢游泳 读完了 天忆晚安 九点了 晚安天忆 好 睡觉了 我只是学了一些读论知识 但是没有去实践 所以见到这些孩子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最开始的时候 不知道如何把我们学到的理论知识 用到我们的实践 因为每个孩子他们的特点都不一样 每一个孩子都是游戏的挑战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们每一天的工作 重复性其实是很强的 我们需要考虑这个孩子每天都要学什么 我们需要考虑他 他每天好像会出现一些不太恰当的行为 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他 但是所有的事情里面 所有的工作里面 都会有非常非常不顺利的过程 比如你要去处理一个孩子的 不恰当的行为 那可能尝试了很长时间 他都不一定会有很大的效果 这个可能就算是一种困难 对不对 也有的时候你去教孩子进行教学 会发现他推进会很慢 没有你预期的那么顺利那么好 其实这个也就是一种困难 我可能是先跟别人道歉 因为我的道歉是表示了我的一个态度 在道歉之后 我会跟人家解释一下 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对这个事没有恶意 只是在这个社交上没有说太大的理解 对于孩子嘛 我可能会及时制止一下孩子的行为 这个就是在一个公众场合下 我需要做的一个应急措施 我是可能之前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会觉得有点尴尬 我就是亲身的跟这个孩子 就是首先告诉他 转移他的注意力 因为当时我觉得如果说 我立马大声的批评他的话 会可能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这个孩子自身心也会受到伤害 我们作为老师 我们是要去保护孩子的隐私 我们需要考虑到孩子的 这个有些事情是可以向一些路人去说的 这个可能是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一个人生的权利 我们是需要保护他的意思的 但是我们特别特别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有各种各样的机会 我们可以向这个社会去宣讲一些关于特殊儿童的这样的活动 我们去告诉他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样的孩子 他们了解的越多 他们越可能去包容他们 越可能去帮助他们 这个其实是我们希望所做的事情 其实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能关注这个行业 然后说关注之后才能去了解这一个行业 然后说理解这些孩子 其实他们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群体 希望大家也能更多的理解一下 然后给这些孩子或者说给这个群体提供更多的帮助 让他们更容易去融入这个社会 在这个社会上呢 我们找到自己的快乐吧 我就是希望有一些公益的项目或者什么都宣传一下 这些孩子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因为其实好多人还是不了解他们的 可能就会躲着他们或者是逃避他们 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都是挺可爱的 我们能做的很多的就是 就是让社会大众去了解这些孩子 去了解他们 去客观的认识他们 慢慢的帮助外面的社会去包容他们 接受他们 就是这样